明天勇士多大机会 客场能赢 系列下勇士4比2还是4比3呢 明天勇士啊 因为勇士队呢 目前伤情这块是一点问题没有 全员都保持健康 包括这个球队当中 内线的中央里头卢尼啊 甚至格林呢 现在都是没有任何伤情问题 外线这块呢 也都是一应俱全的 人手这块非常充沛 反观这个国王呢 现在这是问题多多 之前沙漠尼斯啊 还跟您踩那一下呢 之前据说胸部这块 多少有点磋商 你记住内线就完了 前胸呢 跟对方竞争篮板呢 篮板球争抢啊 包括背身的哪一转身呢 跟对方一撞胸啊 这些东西可能说都是隐患 会影响沙伯尼斯正常的出手节奏 你包括上一场比赛 沙伯尼斯你看 DV这块影响力弱了半截 你跟对方撞来撞去 跟凯文路尼争抢这种篮板球 落入下方了 为什么呢 争抢篮板我前胸贴了对方后背 争起来感觉前胸啊 摩擦的疼痛难忍嘛 或者说感觉有隐患 不敢跟于对方 硬碰硬了 沙伯尼斯这个 这么不过防守 敢造对方进步方跪吗 万一又给你胸部一下呢 沙伯尼斯他现在是多少 伤情这块有点 福克斯呢 手指骨折呀 这不是小问题 你说手指骨折我打上甲板 防守你敢防吗 你敢用左胳膊吗 防守你记住你没有赚拳防守 赚拳防守你要干啥呀 拳击呀 你肯定是张开手防守 你也不敢跟对方有接触 一有接触 那你这个隐隐作动 骨折这种一旦就再碰着 有一点小震动 疼痛专心啊 所以福克斯因为已经上了小甲板了 骨折了 这就是打呢 佩服福克斯的出战勇气 竞技状态是不可能好的 投篮 就是带着甲板 你这种感觉能找到吗 不像科比波兰特 以往是常年手指收场 习惯成自然 慢慢就懂得如何 带伤情况之下 勉强硬仗了 但福克斯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经验的 以往还没有出现过 带伤勉强出战 这福克斯竞技状态也是保 难保啊 攻防两端肯定是 球队这块 多少呢 会额外增加一些负担 那这你还咋打呀 你本身军终主持队 现在已经发现 对内格林这个问题了 只要说减少的状况之间 勇士队基本就能拿捏过 更何况现在国王 内外双合 都有伤情隐患 这就基本上就是 没啥太大喜怀了 国王主场呢 现场球迷 届时肯定也是 一片萧舍之景 到时候 主场啊 这属于 阔别多少年之后啊 就在投一次实力 引下苦果吧 这是成长的避充之路 这属于